這期白宮異見之縱橫歐洲呢 我們是來到了希臘的雅典 我們可以看到我背後呢 這是這個古希臘的這個帕特農神廟的一個完全一比一的一個重建 其實不是啦 我們現在還在美國 我們現在是在田納西州的納史維爾 那竟然呢 我們這期的這個白宮異見呢 會提到美國的基督教信仰 所以我覺得有必要來談一下 在基督教信仰之前呢 歐洲最強勢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其實也就是古羅馬跟古希臘的這個多神的這個宗教 那其實呢 古羅馬的這個宗教呢 甚至還是來自於古希臘 因為很多古羅馬的這些神明的這個名字 其實只是古希臘神明的名字換了一下而已 那我們知道呢 像是這個古羅馬時期的神明明列瓦爾呢 它其實就是古希臘的雅典納戰神 那我們今天呢 也會進去到這個神廟呢 來一探這座一比一大小的雅典納戰神 這建築啊 雖然是仿製快兩千五百年前的帕特隆神廟 但其實啊 這建築本身啊 其實本身也存在快一百年了 那為什麼美國填納西州會有這一比一大小複製的 帕特隆神廟呢 原因啊 是在一個世紀之前呢 當時啊 填納西州呢 為了紀念建州一百年辦活動 那因為納什維爾呢 是自稱哦 南方雅典 於是呢 他們簡單啊 仿製了神廟 那沒想到居民太愛這建築了 所以呢 他們用更好的材料重建之後呢 保留至今 說到我本身啊 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興趣 其實和學英語也有關係哦 因為我發覺呢 現代英語啊 其實有大量 與古希臘羅馬有關的用語跟文化 據統計呢 英語啊 有十五萬個單字呢 是古希臘語來的哦 很驚人吧 而美國建國之初呢 其實也搬了大量的 古希臘羅馬傳統哦 像是美國國會參議院的 Sanate 就是古羅馬的元老院來的哦 那關於如何透過 古希臘羅馬來學好英語呢 有興趣啊 請在彈幕上留言 有機會的話呢 我還挺想做幾期來談哦 那現在呢 我們先穿越兩千多年的時空 看古希臘人 所能夠看到的雅典納戰神 以比一真實還原 是什麼模樣的吧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巨大的這個 雅典納戰神雅典納的一個雕像 非常巨大 將近有13米高 那麼這也是啊 目前在西半球呢 最大的一個室內的一個神像 那麼這個神像呢 其實在 它是完全仿造啊 這個2500年前 帕德隆神廟裡面的這個雅典納 呃女神的一個大小 是將近13米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包括它的所有的部分呢 都是進行完全的還原 包括顏色 包括雅典納女神手上呢 呃 所握著的這個雕像呢 其實是呃 聖地女神 呃 Nike 就是N-I-K-E 就是我們熟悉的這個運動鞋的一個品牌 那我們可以看到 身上包括這個黃金呢 其實用金寶放上去 將近有8磅重的這個金寶 然後貼上去 那其實在古代工藝的時候 呃 古代工藝沒有那麼好的時候呢 是用了上千磅的黃金去打造這個女神 那不過呢 隨著這個呃 基督教的一個興起啊 古希臘跟古羅馬的這個呃 宗教信仰呢 很快就消失了 那麼 我們知道這基督教是深深的影響這個呃 歐洲 那基督教又是如何影響美國的呢 請跟我一起走下去 一起綜合美國 讓我告訴你 談到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 宗教呢是如何影響美國的 那是在上周一 3月28號播出的哦 歡迎回看 而下一期的綜合美國呢 將探選曾經被6個國家統治過的 德克薩斯州 沒錯 6個國家 而這呢 只如何塑造出德州精神 甚至是美國的牛仔外交的呢 那一期啊 將在下周一 4月11號播出 讓我們一起 縱馬奔馳 勇闖 勾州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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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